你们当点什么呀 你们老板呢 您有什么事啊 埔爷 门口有两位客人要见你 叫他们在外面先应酬着 我看这两个客人言谈举止 都非同一般呐 请进来 柱子 再给二位爷烧点烟泡 掌柜的 你这是当铺还是大烟馆 冒昧 冒昧了 不知道二位爷不喜欢这口不是 掌柜的看左眼了吧 我们俩可不是耗这口的隐君子 得罪得罪了 得了 闲话少说 好 来 咱们看看东西吧 好嘞 东西 您二位爷把东西拿出来我瞧瞧 不知道二位爷要的是死当啊 还是要活当啊 只要价钱合适 死当也行 对 不瞒二位爷说 我这儿呢做的是小本生意 但却是个本分的生意 这二位爷拿来的这东西呢 也不是价钱低的玩意儿 总得说个明明白白的来龙去 您说是不是要不然我不敢收啊 常规的是担心这两件东西来路不明 非偷即抢吧 那倒不是 我实话告诉你 这两件东西都是祖传之物 祖传之物 二位爷祖传之物 行了 既然是典当祖传的遗物 也就不必遮遮盖盖的 你既然刨个问底 就告诉你 本官是督察院御史 尹状徒 这位是御史 前锋前大人 小民普道昭有眼无督 给二位御史爷请安了 罢了罢了 我们来这儿是做生意的 赶紧给个价儿吧 前大人 您说这话就太小看扑末了 我虽然是个生意人 但也不能唯利是徒 您说是不是 别说这两件东西 是您祖上传下来的 就是两件平常的物件 我也不能收啊 怎么 不收 东西您拿回去 柱子 到柜上取四百两银票 二位大人 一人二百两 听明白没有 快去 这我倒要问问了 东西你不收 我们凭什么要你的银子 前大人 我敢在京城挂牌开店 自然懂得这京城的规矩 说说看 什么规矩 这还用说吗 要说这规矩 您比我懂 您说是不是 大人 这两张银票您收着 这是您的车马费 幸福的 你到底想怎么着 我等是朝廷命官 难道来你这打秋风球 施舍不成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您这话说哪去了 二位大人光顾我这小店 就是看得起我 我普某不能不识抬举 再说了 这算什么事啊 我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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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 这 大人 不愿意 不愿意 奇怪啊 还真有不要钱呢 那他们到这儿来干嘛来 李帆院 六十郎 王大人 捐银三百两 礼部 几十钟 陈大人 捐银二百一十两 刑部 张大人 捐银一百八十两 老爷 打听明白了 打听明白了 说 这 这两个御史大人啊 确实是来典当的 刘全说 别 别 别着急 慢慢说 说清楚 说 太后老佛爷八十五岁胜寿 皇上要求一座万俘楼给太后贺寿 六部九七和各衙门的官老爷们都在捐银子尽孝 糟了 惹下麻烦了 和各衙有位典当行的掌柜的正在门房候着呢 您是见还是不见啊 典当行的 典当行的 何大人 这是四百两银票请您收下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何大人 您千万别误会 这银子 这银子是捐给太后的 哦 你是天子门生 不敢 小人没有功名 既然是这样 孝敬太后也轮不到你普先生破费啊 这个我知道 不瞒何大人说我这银子是替玉石前锋前大人隐状图隐大人捐的 每人名下银子 每人名下银二百两 你与他们沾亲代故 不沾亲 也不代故 既然这样 也用不着你来慷慨解囊啊 何大人 这两位御使都是清官 我打心眼里就敬佩清官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清官 民间有句俗语 叫做师堪入化方称庙 官道能贫乃是清 这两位御使就为了这几百两银子 竟然趋驾前往小人的典当字号 要变卖祖上传下来的遗物 都穷到这份田地了 您说他不是清官是什么 布先生 你可不像是个生意中人啊 这小人确实是世代经商啊 在我看来商人重力 古今皆然 管他什么贪官清官 你却为什么这样上心呢 何大人 恕小人冒昧 您的话 小人是万万不敢苟同啊 世农工商天下百业 哪个不敬仰清官呢 倘若围观者不清 贪官遍地 纵然是商人重力 那也经不起这层层的盘剥呀 小人算得博有佳资 尚且如此 那些个清贫百姓 那就更恐怖堪言了 来人 在 吩咐下去 温一壶好酒 我要与蒲先生同饮几杯 二位大人 不是捐过银子了吗 何大人 这个你弄错了吧 是啊 错不了 明明是你们派人 每人送来的呀 每人名下都有二百两 二位请看 这是 这个不够大招 还真把咱们当成大秋风 这可不行 接来之时销售不起啊 找他去 怎么关门了 小民普道招 成皇成孔 叩见皇上万岁 起来说话 何神说你是个开荡妇的 回皇上 小民无力耕作 只好做此生意 那你这个生意做得挺大的 小本生意勉强糊口 那既然是小本经营呢 你干嘛替前锋他们捐那么多银子 皇上 他们是清官 小民愿意帮助清官 哦 哦 如果朕让你做个官的话 你一定也是做过清官了 小民 小民纵有这个心 也没这个本事 小民家里世世代代 没人做过官 本事是历练出来的 何神说 你这个人智趣不俗 他去见你做个支县 你愿意不愿意呀 哦 若能为国家效命 普道招愿尽全生之力 支县虽小 可管着一方百姓 要做好官做清官 不容易 只要你用心 朕不会亏待你 皇上 天恩高远 普道招绝不辜负朝廷 江苏清仆有个空缺 你先跟何神到吏部去记个名 然后就赶快复任吧 普道招遵旨